我是高宥子,一位在中国生活很多年的外国博主,也是自媒体集团,外国人研究社会的创始人。 我在中国收集了很多不同的故事,我看到了很多别人没看到的真实中国生活,比如说,今年我出了一趟新疆,也拍了几条微纪录片的视频。 在之前一直喜欢去新疆的旅游,因为我知道新疆特别美,也喜欢新疆美食,但是这么一个幼稚的旅游目的地,主要会被一些人关上中族毁决,强制劳动的词言。 通过我亲自经历,我了解到了新疆棉花中职业机器化和自动化程度在过去十年有了重大突破,我也发现了新疆棉花农场大多采用家庭经营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当地有来已久,和强制劳动毫不相关。 这种经营模式更多是自发欣赏的,因为有工作,有收入,自然就能吸引当地农民资源,送食棉花,种植和采纳工作。 而在海外部分媒体的职子完全有备于事。 在新疆游离期间,我还拍摄了一些小朋友的故事,和他们聊到对未来的美好远景。 这些小朋友和大多数人都一样,有了梦想,有独立思考能力。 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新疆人根本没有被禁锢的。 我把我拍到的视频发到海外的视频网站YouTube上,由于视频的真实感,诚意感,记录感,都比较打动人心的,也反映真实的新疆棉农生活。 结果,一发出去,就上了YouTube人们视频,四条视频的总共传播效果突破了一千万人次观看,也被很多外国人讨论了。 基本上,没有很多外国人有了我这样的独特体验。 他们无法像我这样在中国做了那么多不同的路,认识这么多不同的中国人。 所以,我不听得问自己,外国人容易接受什么样的中国故事? 我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